生死寄过 欲子成熟 执子执手 欲子下落 侯爷 我们去那边看看吧 生死寄过 欲子成熟 执子执手 欲子下落 想你 要一起看甜蜜 在等风起 要唱声声 也要听此刻聪明 要寻不见 也要亲眼角 眉心 有两不一 要坚定 因为你 这世上的一切 都有了不同意义 我看着门口 孤零零地挂着一盏花灯 总觉得少了些什么 所以我就自己做了一个 一模一样的 侯爷自己做的 以往在灯下 总是处理不完的宫室 也没察觉 灯下也有如此温馨 想让人一直慵懒下去 又一人 相伴身侧 积取孩童饶气 柴米诱言也好 亲戚树化一颗 可如此平凡简单的生活 侯爷分明唾手可得 又有何稀罕之处 因为你 这世上的一切 都有了不同意 爱是互相欣赏 是尊重 是信任 是成全 爱是互相欣赏 是尊重 是信任 是成全 而不是强求 更不是委屈求全 你虽是嫡出 但心术不争 而人心尽失 十一娘虽是庶女 她却凭着良善 仁义 赢得了尊重 由此可见 人之可贵 不在于出身 而在于本心 因为你若欢喜 我便也欢喜 侯爷这是 是 明杰夫人回来 自然要花点心思 我今日才知道 侯爷一直在替我隐门 我在心灵阁的事 您都不介意吗 起初我也觉得 女子不该抛逃露面 但是 我亲眼接你 交手在命刺绣 我明白你是真心实意地 想要帮助他们 我不该阻止你做对的事 侯爷 我想与你商议一件事 仙灵阁因我而遭到了损失 我想给简师傅一笔赔偿金 你拿主意就好 如果银子不够 你去向白总管支去 侯爷为何对我这么好 因为你若欢喜 我便也欢喜 我说过 你既已嫁给了我 我便不会让你受不公平待遇 我去别院赞助 是为了避免和丹阳县主 属相相冲 母亲也是许了的 侯爷就把我接回去 真的没有什么问题吗 子不语怪力乱神 这属相相冲仪式 本就不可信 但让他身子不舒服 就应该找大夫调理 岂能牵连无辜之人 为何这般看我 我以为 侯爷 逆性其有 我说过 你既已嫁给了我 我便不会让你受不公平待遇 你既是我夫人 你在这里 我还能去哪里 半月盼的窗户破了 需要休息一下 这几天我就在这边住 破了 怎么破的 是小人不小心弄破的 破得厉害 三两天估计修不好 得十天半月的 好了 你去吧 嗯 半月盼窗户破了 住不了了 家中还有很多地方可以住 西跨院 西跨院本来就是我们家的主院 我住在这里有什么不对的 再说了 你既是我夫人 你在这里 我还能去哪里 请不吝点赞与